如果再來這個藝人是 媽子弟弟 社群跟路店員 生所要 這是台北市 台安区一間賣雞頭模的店 這個路店員在網路 爆出到鑑識器來指控 說你在上班的時候 剛才一個女兒 早就去店來跳舞 又企圖要沾 要沈緩 讓她是非常嚇壞 所以決定要來報警 這個網友逼對這個外面來發現 這個女兒的就是媽子弟弟 酒立民 她的經濟公司也來回應 說這個酒立民 因為親人打麻煩 當時他的電腦 讓客戶入侵 主要讓清空 所以這個精神的狀況不很好 說當時絕對沒有侵犯的意圖 造成店家的困擾是很大欠 青黑山的男人走去店來 彼此偉兜所來的店來跳舞 沒多久男人趕緊店員 純粹只要跟人家 店員雖然閃過 安打男人的政策後 把他扶起頭前的意圖 所以店員要真怕 嚇重感失去的外面報仇 說這位千分人對他有機體接觸 真怕又讓他侵犯 方佑說話 這位黑山的男人 好像就是藝人罵一弟弟 你剛才有認出來的誰啊 沒有 他進來的時候是不是就有一個好風的狀態 他那時候 對 他那時候進來的時候整個人狀態是一樣 是不是就是夭夭晃晃晃晃的 想到當時的狀況 爐店員無論他家說 事情發生在台北市 大安區這間雞頭模店 當時也只是想要喝水 才會去店來 所以只要騷擾爐爐爐爐爐 對 他這次要好玩的 我覺得一切就走得一切都差一點 目前爐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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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會爐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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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爐� 但是也很難回 對董事人造成的心理小孩